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出发去北京 耗时六个小时半天黑去到天亮 只有一个目的 Vivo X100 Pro 刚刚发布马上就拿到了 被新新手开箱 Vivo刚刚就发布了两台新机 一个叫做X100 一个叫做X100 Pro 这样我拿到的就是Pro版本啦 顾名思义Pro就是更加好料的意思 听说它的拍照是another level 这个等下我就带你们去北京街头拍拍照 不要紧张我们现在先来看外形 我拿到就是冰蓝色啦 这个色和上一代Vivo X90 应该是一样的蓝啦 但是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素皮了啦 它是玻璃背面 磨上去是非常非常细的磨砂质感 而且它还做一层一层的轨道纹理 据说Vivo这样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银河 轨道就好像我们开场曝光拍出来的星轨是一样的 然后镜头大大个圆圈嘛 但是你注意啊 银色的部分它是不规则的 是故意的啊 Vivo特地做一个月牙的设计 可以是太阳 也可以是月亮 老实讲嘞 我觉得这个月牙设计是有用心啦 我自己是觉得蛮漂亮的 你们觉得嘞 Vivo X100 Pro平放在桌子会很明显吐起来啦 这个镜头模组是真的厚一下 也是因为它放了浅望式镜头 所以厚度是在所难免的 那个上一代到底不同点在哪里嘞 首先它就已经没有摇线了啦 然后镜头做大了 放去中间了 Lensize的logo它是移在镜头里面了 翻去正面 6.78吋1.5K区面屏 120Hz刷新率 3000Nits亮度 2160Hz PWM调广 中间挖孔自拍镜头 手感是不错的 只是手指被摸到镜头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吐辣 然后盒子 到底有送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有一个透明手机壳 数据线120W的充电器 OK没有了 OK来到相机了啦 我只可以讲 Vivo X100 Pro拍照太平了 人家进步是一步一步的 它进步是VOOP 突然一大步的 主镜头是Sony MX989F1.75 一吋大底 镜头偏厚也是因为塞进了 浅望是长焦镜头 就是右边这颗 从15mm拍到去100mm 也就是0.6倍 拍到去10倍 比起上一代X90 Pro 真的进步很大很大很大了 上一代只可以拍到2倍 演唱会的人也只可以拍到 而且它还有OIS广学房 有ZEISS的相机认证 而且还有一个自眼影像芯片V3 拍照怎样不厉害 所以我按进去拍照页面 可以看到蛮多数字的 0.6倍就是广角 1倍 2倍 4.3倍 和10倍变角 然后你每个数字再点一下 就会变成相机焦段的mm单位 再点 诶 证明了一点点是不是 比如28mm变成了35mm 46mm变成了50mm 其实这些都是相机镜头的黄金焦段 这个我可以解释 Vivo X100 Pro它这么做的原因 不是为了让你乱 而是让你拿着手机 但是却可以拍出跟相机拍到的构图一样 就好像我们每次拿着手机都觉得 诶 为什么那个构图不美的 跟相机明明是一样角度 为什么拍出来就是不同feel的 那是因为哦 相机的焦段我们是很难达到的 比如说相机最常用的 35mm 50mm 70mm 但是手机最常用的就是可能 32mm 46mm 或者是77mm 要么就是稍微wide一点 要么就是稍微crop密一点 所以现在Vivo X100 Pro它就做好这个黄金焦段 就是更好的去辅助你 让你用手机就拍到相机拍到的构图啦 就是这样啦 明白没有 好 我们现在快速过样长哈 这张照片从我hotel拍出去的 一倍是这么远啊 开了10倍之后就有了这张图 很清楚 证明到窗口都有看到在塞什么衣服 光影呈现也很自然 而且我是各着玻璃拍的 随手拍的都有这个效果 防抖能力也是很好的哦 人像方面也是牛 一次过给你设计了24mm 35 50 85和100mm的多个焦段 而且还怕你不明白mm是什么意思啊 它显明了不同焦段的用法 比如街头拍人 啊你用35咯 拍Portrait你就85咯 可以捕捉神态 那还有电影人像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咧 它自带光斑虚化 cinematic mode 甚至还有运动模式 可以更快的捕捉到 移动中的东西 那色彩风格是可以调的 有鲜明啊 质感啊 还有Zeiss的偏自然风咯 讲完相机 我们现在就来讲配置啦 处理器 3.25GHz 最强天机93008核 不要讲什么热场使用啦 玩主流游戏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刚才我有提到的那个V3芯片 除了帮助拍照 其实它在游戏补增上面 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12加12GB RAM 256GB ROM 充电方面呢 120W有线快充和50W的无线快充 IP68防水防尘 立体声双扬声器 XO线行马达 NFC这些都是有啦 好啦快速上手就到这边啦 等10点等我用久一点 然后再认认真真地带它去街头拍照 再给你们出一集评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炸 炸 炸